前世仙侠家今生民国奇幻 傲娇禁欲男战神家贪财好色女债主 人家伦李沁新剧又是一部爆款预定吗 请君最新路透 民国婚纱照强势来袭 鹿言鱼灯灯好般配 人家伦李沁cp决绝子 双神言的代入感真的太强了 高颜之家好剧情 天使地利人和 这部剧不火都难啊 目前人家伦的戏份已杀青 李沁还在剧组 俊男靓女上演千年绝世情缘 许久未露面的小沈阳也在其中 如此优秀的作品 你们确定还不满足吗 哈喽宝宝们 咱们又见面了 原创剧请君自从在9月8日正式官宣以来 因为两位超高主演的加持 可谓是受到了不少网友们的关注 这部剧由郑伟文导演指导 人家伦李沁联合主演 是一部前世仙侠家今生民国的原创剧集 属于单元剧 请君的每一个单元格的人物性格都立体丰富 故事也列起新颖 剧情也设计巧妙 除了男女主 这些小人物也几句看点 比如小沈阳也在其中 由于此剧关注度太高 所以经常会有路透图传出 而且每次有路透 就绝对会上热搜 要说近段时间内能让人如此高期待的剧 恐怕也就只有这一部了 人家伦是公认的古装男神 而李沁的高颜值 家喻什么造型都不输 再加上二人有目共睹的演技实力 真可谓是墙上加强 一剧更比六剧强那 12月16日晚 请君官博在微博上分享了 人家伦请君的杀青为log 并写道 戏内是沉浸强大的古国将军 戏外是宽和敬业的优秀演员 我们的六边形战神 鹿岩杀青快乐 后会有期 在这里恭喜我们的国超 又成功塑造了一个新的角色 不仅如此 最近网上还曝光了一张 人家伦和李沁的民国婚纱照 这个照片一经曝光 就造疯传 这是一张黑白灰的照片 看到后是不是有一种 爷爷奶奶那个时代 令结婚症的感觉呢 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李沁 身穿一套精致的婚纱 感觉十分优雅 手上还捧着一束花 真的好漂亮啊 她依偎在任家伦的肩膀上 笑起来更加的明艳动人 而任家伦 则是身穿一身帅气的西装 还将头发束成了大人的模样 这个发型还真的 挺有那个年代的感觉的 她脸上同样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不得不说鹿岩和玉灯灯 真的好般配啊 一眼心动的感觉 小编局呼嗑到了嗑到了 真有民国情侣那味了 请立马原地结婚吧 两人站一起好有画面感 氛围感和演技都有 怎能叫人不期待请君呢 这张婚纱照曝光后 不少网友都感叹 这个电视剧的选角真的很毒 怎么这么会搭配 任家伦 李沁 民国婚纱照 感觉就是重回民国呀 小编一开始真没想到 二人会这么般配 难道这就是帅哥靓女的实力吗 如今看来 请君这部作品 是妥妥的微博鲜活 小编猜 这一定会是款暴剧 为什么呢 请听小编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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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首先是剧情 请君的故事情节 是一个为爱沉睡千年的战神 和一个贪财好色 俏皮仗义 女寨主之间的爱情故事 整部剧融合了多种元素 像美轮美奂的闲侠 脑洞大开的旋软 水深火热的民国 狭干一胆的古装等等 都囊扑在其中 剧中不仅有 大众喜爱的一见钟情 和命中注定的爱情 还有冤家陆窄 千年轮回的怨人戏份 简单点说就是俏皮仗义的女土匪 贪恋美色 阴差阳错 抢了个傲娇闷骚的千年战神 而今生的冤家陆窄 却是命中注定的前世情缘 听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剧情真的有够别致 打动人心呢 接着就是这部剧的强大制作 阵容助力了 请君是由著名导演郑伟文知道 他的代表作可谓是步步火热 比如陈情令 三国机密 与一鸣飞转 招摇等 在古装类型剧目上的雕琢 他秉承的理念 是既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有青春的气息 内外兼修尽显古装艺术美学 为此他在业内 有匠心老顽童之称 可见他对制作精良的追求 和对人物人性的打磨 十分契合年轻观众 此外 请君的美术指导是有着代表作 香蜜沉沉静如山和画千古的 李显长老师 请君的造型师是有着代表作品 伪装者等的如美琪老师 在请君曝光的海报上 一座古色古香 精雕细琢的大红花轿上方 是雕龙客丰的宫殿 下方是灯火通明的市井 这独特的庙堂与江湖的组合 配上大红花轿喜庆又神秘的气氛 让人浮想连篇 导演郑伟文对于匠心制作的理解 也是给剧目逮上了高品质的标签 在《杀青特辑》中 观众可以一窥本具在制作上的匠心独运 郑伟文还说不管是美术 服装道具还是演员 他都会尽最大的可能 让每一位岗位上的人发挥到最好 只有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才可能给观众带去最好的画面 最吸引他们的剧情 最触动到他们的情感 有了这样的制作阵容 我们都可以放心了 而除了幕后班底外 演员阵容也同样亮眼 任嘉伦在这部剧中的古装造型 梦回小男成王 他身穿一身盔甲 往那一战就是古装男神中的战神呢 在《寝君》中 任嘉伦的角色叫陆岩 他在古代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表面上总是冰冷冷的 其实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 在沉睡一千年以后 陆岩在民国时期苏醒了过来 又开启了一代战神的神话 任嘉伦的民国造型也出奇的帅 大背头加上挺酷的西装 不知道又要迷晕多少女观众的心了 在任嘉伦杀青时 他还在社交平台上导出了自己的布舍 配图还是他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各种合影 看来任嘉伦也是一个社交小王子了 因为时间跨度的需要 观众可以在《寝君》中 看见李庆两种风格的美 李庆的古装气质太鲜了 他就是为高冷古装女神而生的 清冷的气质 是李庆不同于其他女性的特点 这也使他在《闲侠剧》中 有着明显的优势 不管是《青云年》中 文文可人的鸡腿姑娘 还是《楚桥传》中 端庄可爱的云春公主 李庆演这样的角色 简直就是新手年来 大家都习惯了 李庆文文静静的角色 没想到在《寝君》中 竟然可以看到李庆帅气的一面 根据现有的路透图 李庆在民国时期的装扮 除了一身文婉的大小姐装扮 还有马甲加裤装 腰间别武器的帅气造型 这样的李庆 梳着一个歪歪的马花辫 整体干净利落 看起来武力值很高 说他能保护任佳伦 小编都相信 这次作为观众 我们又有大饱眼福的机会了 李庆和任佳伦都是演艺圈中 难得的实力派演员 虽然年轻 但是对待自己的事业 却十分用心 除了主演外 还有许久不露面的小沈阳 今日 小沈阳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条动态 称请君剧组全杀青 显摆一波剧照 排名不分先后 按帅气排 其实我应该是第一位 但实际上小沈阳 却把自己的照片 放到了九宫阁的最后一位 这样既夸奖了别人 又没有喧宾夺主 这情商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 小沈阳从春晚小品 节目不差强中 一夜爆红 那个渐渐的搞笑的样子 加上一副 高音清脆的豪嗓子 可是让他在娱乐圈中 混得顺风顺水 最近几年明显感受到了 小沈阳的发展脚步放缓了 但他的努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全面开花的他 参加了跨界歌王 并获得了亚军 做跨界喜剧王的主持人 还参演了老毛子的当红电影 目前 只知道小沈阳在请君中 饰演吕二 但看他拿大烟的姿势 和面部表情 或许还有可能会延续 他擅长的喜剧风格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其他的路透图吧 第一张 任嘉伦和李庆 都有着一身民国服装 特别是任嘉伦 这回又换了一种新帅法 将刘海尔全部竖成了大油头 眼神中也充满了狠力 与之前一生一世中 呆萌呆萌的周生辰 形成对比 由此可见 他塑造角色的能力真的很强 艳什么像什么呀 看路透中的两人装扮 像两个大佬出街一样 李庆穿的这一身衣服 火拖拖的一个债主的模样啊 这颜值拖拖的 第二张是任嘉伦 一张偏长路透 画面中 火超正表情凝重的 只是前方 而他的这一身红色大婚礼服 可谓是相当扎眼 必须承认 任嘉伦穿这件衣服 的确还蛮帅气的 然而这件衣服 非但不符合剧中的背景设定 同时也是槽点满满 按照真实的历史 民国的男子婚服 当时分为两种 一种是西服 另一种是改良后的长袍加外挂 任嘉伦的这个造型 很显然是厚着 但他似乎缺少了一件外挂在身上 更加离谱的是 国超这件长袍 竟然是高开叉的 不过幸好没有开到底 而是更像灯笼库的样子 不得不说 剧组造型师的脑洞是真心大 请君先前已经多次 爆出路透了 从任嘉伦和李庆的 竹林骑马照来看 他的其他民国造型 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体上也比较符合 那个年代的精神风貌 最终这个高开叉婚服 也只能说是一个小瑕疵 到时候成篇究竟是会保留 还是会减去 就看剧方如何取舍了 第三章是李庆德一组路透照 他一袭红衣仙气飘飘 会有古装女神的神韵 李庆德这组造型 以红色为基调 红色的衣袍上绣了许多花 他的头上戴着金色的发簪 也然是人家富贵花的装扮 除了打扮得十分富贵 雷线手里还握了一把长剑 眼神十分凌厉 可以说是没言中 又带了几分撒气 最后一张是近日网友拍摄的 李庆红色嫁衣造型 他精致的妆容 搭配精美的发型 搭红色的嫁衣 再告诉网友 目前正在拍摄结婚的戏份 李庆是花旦出身的 身姿卓越 站在拍摄现场 背部都挺得很直 这一身红色嫁衣 就不得不让人想起 他曾饰演楚桥传中的远唇公主 飞换后穿着一袭红装 满身煞气 把气侧露 两者都是红衣 但是气质却大不相同 不得不说李庆也是娱乐圈中 不可多得的清冷型美女 从目前放出的所有路透图来看 李庆和人家伦的CP感 还是十分强的 两人的合照看起来 也是般配万分 希望能早日上映 迫不及待的想追剧了 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 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 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